我轻轻的唱着 你静静的听着 我知道你回忆的场景变幻者 秋天也过去了 都无法绽放了 你用最后的美安慰我 春天会再来还要听我唱歌 听我唱歌 在看看身影中 围着我盛开的鲜艳的那些话 我怎么能亏欠了她的一样 我要迎着熄来的风雪 默默地陪伴着坚韧的海 无畏地骄傲 呀呀呀 在看看生命中 围着我盛开的鲜艳的那些话 我怎么能亏欠了她 呀呀呀 我要迎着熄来的风雪默默地 陪伴着坚韧的她 我为她骄傲呀 呀呀呀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大嫂根本没那意思 是我们家文辉自作多情了是吧 事实很可能就是这样 那我就太失败了 她宁可追一个离过婚的老女人 都不喜欢我 我不信 秦丽 你走着瞧 我非得拿出你大嫂就是个风流祸色的证据 给你看看 人哪 你身体好心了吗 我想进去吃个饭 你不吃得了 我惊散了 这儿的去不吃得了 不吃得了 事实也没听得了 还吃得了 那你帮忙 那你也能估计 这门 对 你也可以 快点 你单身 nap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奶奶 我回来了 谁回来了 你回来正好 赶紧洗手 开饭了 奶奶 我不太饿 你们吃吧 吃点吧 奶奶做做好了 我真不太饿 你们吃吧 我回房间了 小月这孩子 最近是怎么了 对了 许然今天跟我说 说她跟许然说她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许然说的 她 她喜欢的不是许然吗 不是 许然有没有说她喜欢谁 她怎么可能跟她说她喜欢谁啊 她会不会 她是为了拒绝她 故意这么说的 她要是真有喜欢的人 她把整天往外头跑了 短信啊 微信啊 这谈恋爱啊 她都是有症状 也许她真的是有喜欢什么人 那她为什么不告诉我 她喜欢谁啊 佳辉 你俩是一伙的 你赶紧说 那个 姥姥 我都 我都 我都快饿死了 我这肺病都快饿出来了 我 我先吃饭去啊 都是来吃 周五 晴 时间 二十二点十分 又是一天过去了 每次在妈妈的公司见到她 都有一种特殊的感觉 我知道 这种特殊的感觉 是我一直未曾有过的感受 但是我要怎么向你表达我内心的感情呢 我是自卑的 我是懦弱的 我怕失败 怕被你拒绝 如果你拒绝了我 我会怎么样呢 我不知道 佳辉 你是不是已经知道你姐的事了 不知道 我不知道啊 冯佳辉 你要是知道你姐姐的什么秘密的话 赶紧从事找来 可我真不知道啊 姥姥 佳辉 你最乖了对不对 这事可关系到你姐姐以后的幸福 你要是知道了绝对不能隐瞒啊 我都说我不知道了 你们要饿死我 我吃饭去了 鲜椒呗 后吃饭 我吃了 此路不通啊 我出去 臭丫头发也不通话了是不是 你要是这样小时候可有心的鬼故事想想给你听一听啊 对 给他绑起来听 一个老头啊 大半夜十二点 在粉地里 妈 儿子 行了行了 别叫了啊 赶紧招了吧 他们我可忍不起 儿子 姥姥 招了不就完了吗 什么 你招了吧 你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良 给你两条路 A 坦白交代有大理 B 拒不交代鬼故事 我选自己 哪鬼故事 你不是道理多死得越坏 你怎么想逼死我呢 家晖 你要是知道什么 你赶紧跟姥姥说 否则的话 以后你想让姥姥给你买什么 那都是不可能的了 可我都答应我姐死都不能说 是啊 活人才能说话呢 死人就说不了话了 我 我要是说了我成什么呢 我都成叛徒了 不计以后还能打理我吗 这个事是这样啊 你姐姐呢现在还年轻 很多事情她自己处理不了 你要是把石青图告诉我们 有什么问题 我们跟着分析分析 她不也是减少痛苦吗 对不对 当然了 我们不会告诉她 是你告的名 对 我们会让她觉得是我们自己知道的 跟你一点关系也没有 放心交代吧 家晖 你想一想 你跟你姐的关系这么好 你这么爱她 但是她有什么事情 你不告诉我们 你这不是爱她的表现 你这反而害了她 你知道吗 我们都是成年人 我们能处理 你告诉我们 相信我们一定能处理好 好不好 说呀 快说吧 你把你老子跟小舅集上什么 是吧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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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重点也是看我姐太痛苦了 她太懦弱了 那么喜欢又不敢表白 就自己在那儿纠结 谁 她真的爱上一个人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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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大舅妈公司 新来的服装设计师 文辉 我要不请你出来吃饭 你是不是又得在家吃方便面 你怎么知道我吃方便面 我就不能煮饭啊 我昨天去你厨房拿勺的时候 发现垃圾桶里 都是方便面的盒 你别告诉我 那儿都是别人吃的 你是说那个设计师 根本不了解小月的心思 不知道 我一直穿着我姐跟她表白呢 可我姐不敢 怕被拒绝 小月这孩子呢 本身就内向 又从来没谈过恋爱 第一次爱上一个男人 如果冷不定地被人家拒绝了 她心里肯定不好受 要不 我去找那个设计师 妈妈妈 您去干吗呀 哪有奶奶替孙女说美的 您不合时别去 是啊 那有什么不行的 小月 不好意思表达自己的心思 那设计师呢 又不明白 这 相互进度耽误了 你说要是那个设计师 被人家追去了怎么办 我 我姥姥可说对了 现在就有女的狂追文辉呢 真的啊 这就是我小舅前女影 程程阿姨 你们不知道 那程程阿姨又性感又漂亮又火热 我还真怕这两三天的文辉 招架不住从了她 那我姐怎么办呢 也没你说那么邪乎 嫂儿 你和那个设计师熟 你去跟她说 对 嫂嫂嫂你去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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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说 怎么了 你侄女这点事你都不肯帮啊 没 那个假洋鬼子 赶快让她回去 别缠着那个设计师 耽误我孙女的好事 妈妈 不是我不肯帮啊 就是在这里边 就是什么呀 对 妈 你忘了 她就是为了帮那个女的和文辉 我们俩差点闹离婚 还让她帮 那我去找她你们不同意 三儿又不肯出面 那这事怎么办 妈 妈妈 我有个主意 我有个特合适的人选 忘了 大嫂啊 你们想啊 一边是文辉的老板 一边是小灭她妈 她去说多合适啊 对不对 我怎么把 怎么把屋梅给忘了 对啊 你看啊 老板亲自把自己的女儿 介绍给自己的手下 那她手下不得乐婚了 对啊 三儿三儿 好 好不好啊 那笑什么呀 好不好 好不好 说 好 我去哪儿买的花 以后别买了 为什么 你不喜欢 喜欢 就是有点不习惯 而且我觉得太费钱了 以前没人送过你花吗 小月她爸爸不是一个浪漫的人 没关系 以后我经常送你花 言不尽查诗 是否我的重视 太迟 讲无论你的好事 告诉我这种 关系怎么维持 像我这样的人 太多是可以忍 等你尝到黄昏 又熬到凌晨 因为你才相信缘分 才相信爱情可真 你看想要那种 温暖在每个夜深 我总是埋着头 在你走一红 文辉是不是在你呢 你等一下啊 找你的 喂 喂 你干吗把手机关系 我都要有吃饭呢 我的手机可能没电了 是不是他产人了 是不是他是故意的 是他让你关的手机 对不对 是不是他让你关的手机 是不是 我都说那么多了 那没什么事咱们等回头来说吧 好 先挂了啊 别紧 咱们接着吃吧 别紧 咱们接着吃吧 快点 快点 好 来 好 你好 什么太好了 不是 说你想法太好了 徐 我看咱俩 现在就去屋梅那儿找她 妈 你干吗去啊 什么干吗去 找屋梅啊 嫂子不是手机关机吗 家里又没人 你们干吗去 对 你妈 小芊说得对啊 这万一我大嫂子在外边硬臭 不知道什么是回来 咱俩干等啊 对 这白跑一趟了就 就是啊 妈 我看啊 这事这样吧 你们现在都别冲动 要不咱们问问小芊的意见 咱们瞒着她去问人大嫂 那万一这事被她知道了 她肯定受不了 媳妇 你们说得太对了 妈 姐 小芊什么皮咱都知道 那孩子那一项闷着 那咱背着她找大嫂去 这孩子肯定生气 皮下来就给自己气坏 咱们不白忙活了吗 这个没事 你们不用担心 我现在就上去跟她说服励 妈妈 妈 你先听我说 你现在找小芊去干吗去啊 你没听嘉慧说啊 说小芊是偷偷喜欢上文辉的 说明小芊现在是暗恋的 小芊自尊心多强啊 你现在去找她 这明摆着不就又露馅了吗 不能去找啊 对 妈 你不能去啊 妈 我想你件事来 妈 有个新闻您知不知道 有个女孩特别内向 爱写日记 有一次她妈就偷看她日记 发现她喜欢一个男孩 就问这个女孩 这女孩这一下子抑郁 差点没自杀呀 不是 你今天不是自杀了吗 这么严重呢 这可不行 那可不行 都不行 哪个行 哪个行 哪个行啊 妈 这 这事啊 这 这事交给我呀 后来改天我把小芊 遇到我开飞经去 我跟她好好深层私地谈一谈 但我绝对不会说咱知道这事 我引导她让她自己亲口承认 让如果落实了她喜欢文辉这个事 我再去跟我大嫂说 或者直接去找文辉 就扫清这一切尘埃 就让咱俩小芊救了 救了 妈 这主意好 这更可以 你们年轻人呢 沟通起来方便 嗯 妈 三儿这次是帮小岳的 你不能胡思乱想 妈 小芊不会这么可能 不会不会 三儿 你呢也抓紧时间 有什么发现及时的通知我呢 放心吧 妈 三儿 放心吧 姐 老板 天啊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说你怎么会发生成这样 吓死我了 你呢 吓死你了 还吓死我了呢 你知道我这个心 都踢到嗓子眼儿了 幸亏 大嫂的电话没有打通 你说我发姨妈跟她打通 跟她说这个事 怎么办呀 我嗓死我 我心都快就吐出来了 你先别担心大嫂 你担心担心我吧 我先一个头两个大 我那边刚摁去 这这这这 是是是 我还没说你呢 你说你把这个事 揽在你自己头上干什么呀 我不揽 我不行了 你没看妈 马上就要找大嫂吧 这事不就坏了吗 就是 就找小月 这事捅破了 那怎么办 你老公我使得 这是权宜之计 尽量拖延时间 你拖延时间有个屁用啊 你怎么给他们交代 你怎么了 心情不好 没有 你怎么还有 五妹 我跟程程真的已经没什么了 我跟她说过很多次了 我们两个人结束了 只是她一直不接受而已 你不用跟我解释 我没有权利生气 真的 要不这样吧 你嫁给我 我轻轻地唱着 咱们俩人结了婚 太死忌了 能不能承闹 我是认真的 听我唱歌 听我唱歌 再看看生命中 围着我盛开的鲜艳的那些话 我怎么能亏欠了它 呀呀 我要因这袭来的风雪默默的 谢谢 姐 你怎么样 我唱得好听吗 好听 特别好听 还是我唱得好听一点 林湾唱得更好听 更好听 就是 我也觉得林湾唱得特别的好 你们俩干嘛呀 在我面前晒幸福 就不怕我羡慕嫉妒恨哪 你不用羡慕嫉妒我们呀 你可以找你文慧呀 家伙 没事 林湾是自己人 再说了 林湾根本不知道文慧是谁呢 对呀 文慧是谁 我什么都没听见 我就最看不得你这副样子了 你喜欢就去表白 就去告诉她呀 干嘛藏着掖着呀呀 你活的哪个年代 你以为你小龙女呢 不是 不是我不敢表白 要是换了别让我敢的 但是凭我的直觉 我觉得文慧她不会喜欢我 怎么会呢 你这么优秀 什么男的见得你眼睛不直啊 是不是 林湾 我回家这本挺有点尴尬 是 是 是 你最漂亮了你 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觉得文慧对我的好 是一种长辈的好 是一种长辈的好 她对我的宠爱也是一种 长辈的宠爱 我也说不定这种感觉 到底是怎么回事 而且我一想起那承诚 我就特别害怕 她对文慧那么执着 就算是文慧不喜欢她 承诚也不会让她轻易 开始一段新的感情 承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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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在这儿坐着 待了多久 你先坐会儿吧 你吃晚饭了吗 没有 我去帮你弄冰冰淇淋吧 好啊 怎么能亏欠了她 呀呀 我要迎着熄来的风雪默默地 陪伴着前任的她 我为她骄傲呀 呀呀 我看她的笑容 我看她的风雪默地 对我看她的风雪默地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看她的风雪默地 对不起 对不起 你 对不起 你 喂 我还没睡呢 行 我马上过去 你等我 我马上过去 姐儿 我对不起你 我当初不应该对你那样 我不应该骂你 可我当时是疾疯了 我真的是疾疯了 我希望你可以原谅我好不好 我没有怪你 那你把他让给我 我求求你你把他让给我好不好 我真的不能够没有他 我跟着他从美国 跑到中国我什么都不要了 我只是想要跟他在一起 我连自尊都不要了 哪怕他是可怜我 跟我在一起都可以 我求求你 你把他让给我好不好 你有女儿 也有公司 也有钱 可是我什么都没有了 我真的就只有他一个人 你把他让给我 你不要跟我抢他好不好 别这样 澄澄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我们没有在一起 我没有答应他 我也没有想过 要跟你抢他 请你相信 不是这样的 行 媳妇 我还是有点担心小圈 你说这孩子心眼那么小 又没谈过恋爱 这次陷得有这么深 你说如果一旦他知道温慧 喜欢的是他妈不是他 他心里能受得了吗 这是换你你受得了吗 换成我 我肯定是受不了 换成谁谁都受不了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呀 那我们又不能逼着人文会 去喜欢小月 对了 许然不是也挺喜欢小月 跟小月一样对他没感觉 许然也挺伤心的呀 所以我说呀 感情这事 谁都帮不了谁 你说没有这种可能 一旦大嫂知道 小月喜欢的是文辉 但他心里又明白 就是文辉明明喜欢吃他自己 他会不会把文辉让给小月啊 那文辉也不是礼物行不行 就算大嫂肯让 人文辉一样的不喜欢小月 这不是还是没有用吗 我这是乱了套了呀 这人物关系加倍 雷雨还乱 行了 你别担心了 船到桥头必然之 肯定有办法的 自然之 好 回家 走 回家 回家 走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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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昨天睡得好吗 挺好的 你怎么了 心情不好啊 没有啊 是常常找过你吗 她说了什么 请你善待晨晨 她非常爱你 我们之间还是保持工作关系 你来的是 我刚才不都跟你说了吗 就算过去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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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想折磨自己 我也不想折磨你 就算是吧 可是你让我怎么办呢 就算过去好啊 你告诉我你要我怎么办呢 看来真的变违 文昏 你怎么那么狠心呢 我为了你什么都可以做 什么都可以干 你为什么就不喜欢我了呢 为什么啊 你 你告诉我 我到底哪一点比屋没差 我哪一点比不上他 承承你冷静点好不好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恋爱是两个人的事情不能勉强 我不管 我就是让你离开他回到我的身边 陈正 陈正 以后你不要再去打扰文昏了好吗 是他跟你告状了对不对 是他跟你说我去找他了对不对 他什么也没说 他不但没有接受我 而且他也全会接受你 他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 承承 这件事是我自己决定的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不管 我就是让你回到我的身边 你如果不接受我 那我就不活了 你是以为我又在吓唬你对不对 我为了你什么都不要了 跟你跑到这里跑到那 我连自尊都不要了 你觉得我是在吓唬你吗 承承 我们是在分手以后 我才认识吴梅爱上吴梅的 你不要总是做出这副全世界 都对不起你的样子好不好 那你告诉我 你到底答不答应我 你告诉我呀 你不答应我 我就去死给你看 你怎么总是这个样子呢 你了解我 我不会被别人威胁 也不接受威胁 你一个并不爱自己的男人去死 这承诺 你想想清楚 对不起 对不起 其实你知道我不会真的去死 如果我没了 那将来谁跟你结婚呢 对不起 对不起 你进来一下 进来 吴总 赶快给我去找聘一个新的服装设计师 听明白了吗 我需要一个新的服装设计师 好 我这就去 有事吗 晚上 去哪儿啊 他现在怎么能这样呢 你说怎么能这么狠心呢 就变得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男人可能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不爱就是不爱 都怪你 你怎么能怪我呢 不是我欺负你 就你欺负我了 如果不是你的话 我能能落到今天吗 琳达你说这话太让人心凉了 你说为了帮你我付出多大代价呀 我浪费多少脑细胞啊 我都差点妻离子散了 我我我我我容易吗我 琳琳我估计我是没戏了 我该做的都做了 该说的也说了 好 我真的是有点绝望 绝望了 绝望了挺好 您是有对他绝望了 您才能对另一个人燃起希望 好事 好事 可是我想不通了是她 她怎么就能喜欢上你大嫂呢 我到底哪里比不上她 我哪里比你大嫂差吗 我跟一个老女人我都比不起 我活了还有什么劲 我问你 你现在是不是觉得你跟文辉 就根本就没有可能了 她不会再对你回头了 估计是没戏了 那你现在心里这么难受 是因为她爱上我大嫂了 你心里不平衡了是不是 我真的特别无法接受 她会喜欢你大嫂 会爱上她 我真的 太伤自尊了 太伤自尊了 那她如果跟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女孩在一起 你是不是就 就不伤自尊了 当然了 起码上在年龄上我就认输 可是她怎么能 喜欢上一个 行行 那我问你 如果 她跟我们家小月 就这样一个小女孩在一起 你 你知道吗 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 我就说 如果她跟我们家小月在一起了 你心里还会不会难受 当然了 除了我以外 她跟哪个女人在一块 我都会不舒服 那完了完了 我帮不了你了 不是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你是不是又想到什么办法了 也不算什么办法 我就想啊 把文辉和小月的人 撮合一下 这 这 行啊 那只能这样了 你想你对文辉 这边已经没有希望了 然后也不想成全我大嫂 这样你心里不是还能平衡一些吗 你就真心那么想帮我 都不帮你大嫂 其实也不是完全为了你 那你到底什么目的 你倒有说呀 跟你说实话吧 小月也看着文辉了 其实我早就应该看出来的 小丫头那么嫩 上次还被她们两个摆了一刀 你的车放这儿 坐我的车吧 来 来吧 上车 为什么不让我开车啊 我一会儿怎么回家呀 找什么机会家呀 放心吧 我不会把你卖了的 我带你去个地方 今天姐夫没见你吗 她没来 现在正是生意好的时候了 太忙了 你们俩感情这么好 真的让人羡慕 是挺好的 不过我也是一个很容易知足的人 小倩 小月最近怎么样 她不好 她怎么可能 是她的男人不喜欢她 她是 其实我一直想找到一个 合适的奇迹跟你说 但是我也不知道应该 应该怎么说 我个人觉得你更合适小月 她也没谈过恋爱 一切都是梦想 所有的想法都还不切实际 她也不知道到现在 应该找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生活在一起 所以我很想拜托你 当然了 这是我的一种奢求 你说 只要我能够做得到 我担心她会受到打击和伤害 所以到时候 我希望你能够帮助到她 我会的 你说 要是小月跟文辉表白了 或者呢就是你大嫂也帮上了这个忙 但是文辉不喜欢小月怎么办呢 为什么不喜欢啊 她从美国来的就了不起啊她 你就是从星星上来的 还不是给我大嫂打工的 咱小月怎么了 要模样有模样 要身段有身段 要工作有工作 一个女孩子还当着老师多崇高啊 就说再说她父母吧 俩老板 那家庭条件的多好啊 又青春年少了她凭什么都喜欢 瞧你啊 把你侄女都夸上天了 我就在想啊 我是不是应该联系一下 诚诚跟诚诚谈谈 你看啊 小月不敢向文辉表白 就是因为他们中间隔了一个诚诚 那么文辉呢又不喜欢诚诚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 让诚诚先退出 也好给我们小月一个机会 喂 妈 这主意好 只是我不知道怎么联系诚诚 交给我 我给你搞定 等等 喂 萨儿 是你姐我吧 是这样啊 我有个事呢 想麻烦一下诚诚 这位邻居嘛 我隔壁邻居 想让他从美国带点儿 带点儿药 不用不用不用你不用你 你就把诚诚的电话号码给我 我给他打就行 行行行等会儿等会儿啊 等会儿等会儿啊 说 你找我来到底什么事啊 换一换口味也还行啊 你找我来就为了说这个呀 我找你来呢 是想要告诉你 我放弃了 我放弃文辉了 我不喜欢他了 怎么了 你不相信吗 你放不放弃他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不是喜欢他吗 现在你就没有什么阻碍了呀 你就可以大胆地去追求他了 谁跟你说我喜欢他了 到了 好 韦先生回来了 有客人 您好请进 来请进 这是我母亲 您先坐 我给你倒点喝的 还是我来吧 我来吧 你好啊 你好啊儿媳妇 您不误会了 我 我没有误会 习惯听你绝问 却不说话 会想当初的你 有一点傻 喜欢为你留着一头长发 喜欢为你留着一头长发 围在你的怀中 你轻负他 我们都太在乎 对方的话 都太计较谁先打了电话 我们都在猜测爱的真假 我们都在猜测爱的真假 真假 忘了怀疑也要付出代价 就算是吧 就算是吧 就算过去了吧 看来真的面对这种变化 看来真的面对这种变化 就算是吧 就算过去好了 至少我们爱我该满足了 就算是吧 就算过去了吧 看来真的面对这种变化 就算是吧 就算过去了吧 看来真的面对这种变化 就算是吧 至少我们爱过 该满足了 就算是吧 就算过去好了 至少我们爱过 该满足了